这个不错 哎 这个不错 季先生 这个不错 哎呀 季先生 你不是说好陪我出来玩的吗 你怎么满脸愁容的 你呀 你就知道玩 你知道吗 皇上向我现期要苏东坡 啊 要苏东坡 是啊 那个讨厌的和珅 给皇上找了一件苏东坡的补宴 皇上还不释手啊 哦 我知道了 原来你也是出来找古宴的 我跟和珅打了赌 我也要找一件苏东坡的东西 献给皇上 就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 你也想找到苏东坡的东西啊 是啊 是啊 哎呀 这京城的古玩店呢 大大小小我全熟 别说苏东坡了 连苏西坡也没有 这下我惨喽 哎 你知道吗 我要是找不着苏东坡的东西 你明天就得给和珅更衣脱靴 你要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是啊 那你的手上 就会有和珅的脚臭味儿了 你说 我季晓岚是不是宁肯把双手剁掉 我也不能给和珅更衣脱靴啊 对啊 那才是我心中的季晓岚嘛 去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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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他妈的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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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大ี 怎么回事啊 何大爷来了 哦 真是 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小月 何大人啊 小月姑娘咱们真是有缘呢 对啊 就是有缘啊 怎么样 看成什么了 喜欢什么我买来送给你 好啊 那我就谢谢何大人了 来 这边看看 哎 何大人 这个不错啊 我喜欢啊 这是假的 假的 哎呀 老板啊 你这可是件宝贝啊 啊 先生啊 你看司机看看 看 看到了脸 哎呀 我怎么能看走眼呢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东西啊 是吗 啊 听 好 难得难得 鸡先生 嗯 太难得了 鸡先生 鸡大人 啊 何大人叫你呢 哎呦 何大人该死 该死 何大人 哎呀 不知道何大人到来 真是有眼无珠 有眼无珠啊 鸡先生 不要转弯我假的骂何萌吗 哎 不敢 不敢 刚才先生专心致志的在看什么呀 哦 啊 我的 哦 什么宝贝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哎 没什么 嗯 哎 小月啊 哎 你还不陪何大人去逛逛街 哎 对了 何大人刚才不是说送我东西的吗 走啊 哦 嗯 那快请吧 请吧 何大人 那 鸡先生 告辞了 好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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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您看 宝贝家里 唯一一个好的东西 请啊 何大人 快点啊 哦 好 好 我这就来 这就来 老板啊 这件东西我要了 这是苏东坡用过的笔锡 我出五百两银子 嗯 我现在没带钱 好 我去给你拿钱 东西给我留下 记住了 我叫纪小兰 这是纪大人哪 哎 这我可以得说真话 这是假的 真的假的 我还不清楚吧 咱们闲话少说 我去取银子 谁要也不给 给我留着 一定 一定 记住了 留着 我这顶乌纱帽 可全纸杂了 好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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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这么多 我看到眼睛都花了 怎么样 小月姑娘 看中什么了 我全部都看中了 那好 那我就全部给你买下来 好啊 那先谢谢何大人了 好好好 多不比喜 真让他找到了 你没有看走业 没有没有 姐要来啊 把回忆拿钱了 付加五百两哪 行啊 季晓岚 还真让你找着宝了 你想讨好皇上 想免去为我更衣脱靴之辱 和某要来个杰足仙灯 小月姑娘 你和季大人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啊 真是天衣无缝啊 何大人 您一定是误会了吧 大人大人大人 就是这件物件 刚才那位先生看中的 就是这个物件 对对 这个笔戏我要了 这笔戏不买 你说什么 这是季先生订好了的 他给你多少钱 五百两吧 我给你八百两 银票 老板 老板 银子 何大人 您也看上此物了 是的 真是巧了 我已经买下来了 季先生也看中此物 我跟皇上说的就是这东西 老板 来 五百两银子 慢慢慢慢 我刚才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此物现在归我了 这不对啊 何大人 您怎么能跟我 跟我抢东西呢 不能这么说话嘛 我当时买的时候 并不晓得你已经看中了 这 老板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跟你说过 我去取银子 这东西已经我定下了 不能给别人 银子 收下 把东西给我要回来 这何大人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这种买卖已经成交 岂能反悔 我 我 哎 季先生 告辞 何大人 您这有点强买强卖呀 谁让你不揣着现钱呢 哼 哼 缩脱乌龟 你骂我的 那你说我骂谁呀 我看你连和声音跟寒毛都不敢碰 自己看中的东西又被别人掐走了 是 是 咱回家吧 来 换银子拿着 季先生 明白了 季先生 这趟琉璃场 腿都溜酸了 恭喜大人够的宝物啊 总算不许此行啊 刚才没来得及看 这回啊 得好好看看 好东西啊 好东西啊 葫芦 好东西啊 了 还是 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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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我够的什么 保护我大人 瞎了你的狗眼啊 蠢奴子 这是赝品 赝品 假的 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 好 既然你认为是宝物 那就送给你了 小的拿的没用啊 没用 当摊员总可以吧 当夜狐总可以吧 谢大人 谢大人 就这么走了 那八百两银票 小的这就去拿回来 去要回来 算你聪明 下来 接下来 行啊 行行行 这回合 我算栽了 可是 明儿 我看你拿什么尽献皇上